第一题 请出题 40秒 计时开始 字一定要写得清楚 漂亮 否则会不予计分的 时间走了一半 就在这个时候 罗友是想起来了 心里有了看法 最后一个都停在最右边 这是一个 他的提示是 这是个很普通平常的事情 这是个普通平常的事情 罗友是 你差点就白写了 你知道 大家都在听 问题他听得懂 为什么听不懂 听不懂 这是个普通平常的事情 除了司空见冠以外 来 请介绍 的确就差在司空见怪 第二题 四个成语 起 助理 来喔 准备好喔 50秒钟的时间 准备开始 你们两个开始都同一个字 好厉害喔 接下来你们的第二个开发发展都不太一样 完了 接下来我完全不能够提示 因为你们刚好各写了 继续加油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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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罗友智 离再第二个字 大概除了妻离子散 没有别的 哇 妻离子散 离群所居 不假思索之后 虎假虎威 请介绍 哎呦 漂亮喔 刺激喔 好 两题下来 同灯同分了吧 好刺激喔 现在比数6比6 平手 接下来五个成语 60秒的作答 请助理 好 60秒继续开始 完全看你们现场的表现 目前两组进度完全一样 接下来的两个成语 谁写出来一个谁就赢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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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梁慧文 你先把你的零 跟次先擦掉 这边要想 这边要想 如果你摆什么 实在看不出来下面的线索的时候 名开始 找的线索可能比较多 名下面能接什么 名不聊声 它没有太多耶 名不聊声出来之后呢 摆什么 聊什么 摆无聊赖 蛤 这个我不知道 很少用嘛 对不对 卢友智竟然都知道 真的 看戒严时期的教材真的有差 不要一直讲戒严时期 清光绪 我念诗俗的 请揭晓 谁摆什么 谁摆手 谁摆手 出人头地 白痴干头 百无聊赖 名不聊生 最后用这一题决定了胜负 恭喜 周冠军罗友智获得 好厉害 我们nova 老师 别你 不见他 命令 он 着练 面 Partner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